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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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今天這個review 不是護膚品的review 就是一個生果的review 無聊閒子級市場 經過看到這個 好像火龍果的物體 是黃色的 原來這個叫做麒麟果 我沒有聽過 就是孤陋寡文 上網一查之下 就發現它是右銘燕魔果 有很高的蝉蝕纖維 還有它是低卡 還有它最重要是 通便是很厲害的 這個是天然的射藥 江湖傳聞說 要整個部份這樣 然後千萬不要來我家 要不然就 忍不住在街上 可能賴了 但是我會挑戰 我吃完之後就一會兒出門了 那就看看 看看要不需要夾著 走路 OK 原來切開 都是跟火龍果一樣的 都是白色的果肉 還有有黑色的種子 好啦 那四十多元 就給我一分鐘就不在這裡吃太辣 究竟會不會 噴射色這樣餓呢 對啦 很緊張 好 一會和大家 報告一下我的 情況先 好啦 現在我已經 吃了這個 麒麟果 已經是一個小時了 但是 我也是 我也是 沒什麼反應 沒什麼不想 不想便宜 不過我爸爸 他之前吃了一個 之後 在街上走 走了半個小時 就差點忍不住 回家 便宜了三次 不知道是他腸胃太差 還是我腸胃太好 應該我都平安沒事的了 那就下集 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其他 我的生活小經驗 拜拜